丘其文演出过许多八点档 引人注意的是26日他遭周刊爆料 于同剧演员王乐妍不和 然而更在剧组发生相当严重的肢体冲突 丘其文不但大手王乐妍的领子 跟当场标骂脏话 新闻一出派在社群转发报道 并写下自己处事的原则 一直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你不打我头我就不踩你尾 谢谢大家 事实上他也曾与王瞳有过争执 两人在2019年演出八点档 当时王瞳与马俊玲银拍戏传出丑闻 王瞳跟蝶名一名女演员随便乱放话 对此秋期文则误会是在说自己 更在社群大怒不要是入行这么久 自己学会该有的工作态度与分寸 性质的他绝对不搞私下那套 没做的事情不要任意怀疑栽赃 如今又爆出与王乐妍大吵一事 意外掀起真热意